击落俄罗斯战斗机公然出兵伊拉克 在美俄底线边缘疯狂试探 还敢放中国鸽子的土耳其 为什么还没被灭 要说巅峰时期的土耳其 也是历史上著名的王者 横跨亚欧和非洲 是要啥有啥 然而后来家道中落 先是被俄国人暴揍 后来又在一战里站错了队 被肢解的稀碎 如今的土耳其只剩78平方公里的土地 相较于巅峰时期缩水的将近86% 但是土耳其依旧好横 没得大国的实力 还放不下曾经的大国心态 不仅把武昌得罪了一个变 跟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很恶劣 按理说 敢得罪武昌的国家都没什么好下场 土耳其为什么能一直黯然无恙呢 主要原因就在于 土耳其那关键的地理位置 横跨亚欧大陆 海岸线长达7200公里的土耳其 不但像平塞一样 堵住了中东通往欧洲的要道 还卡住了俄罗斯 从黑海到地中海的唯一航道 也就是著名的土耳其海峡 它不但是亚欧两大洲的分界线 也是西亚北非南欧 通往黑海的咽喉要道 也就是说 只要空着的土耳其海峡 就相当于拿捏了半个欧亚 当年中国购买的瓦良格号 在经过黑海的时候 就曾被堵在门口不让通行 后来还是交了一大笔保证金 还有拖船费 才把瓦良格号带回国 可见 这一要道的重要性 也就是有了土耳其海峡的加持 土耳其开始在作死的路上 反复横跳 二战之后 欧美为了堵住俄国人南下的通道 不但拉拢土耳其加入北约 还给土耳其进行了一套 全方位的保护和升级 甚至还直接部署了核弹 另一边 俄罗斯对土耳其也是百般宠爱 毕竟俄罗斯全国60%的对外贸易 都要从土耳其海峡经过 再加上 有蒙特勒公约傍身 土耳其很快就找好了自己的定位 那就是在欧美和俄罗斯之间 反复横跳不断寻找平衡 俄罗斯在薛德亚战场上大战拳脚时 土耳其以北约的名义 击落俄罗斯战斗机 导致俄军飞行员当场死亡 后来 欧美准备联合出手制裁俄罗斯时 土耳其又公开替俄罗斯喊话 真是什么事都敢干 堪称史上最强墙头草 今年发生的俄乌战争中 土耳其也充分发挥好了 自己看门人的身份 蒙特勒公约有两条非常重要的条约 那就是如果在战争时期土耳其保持中立 那么各战国的军舰都无法通过黑海海峡 如果土耳其加入战争 那么他有权利选择让谁的军舰通过 此次俄乌战争中土耳其保持中立 所以俄乌两国的任何军舰都无法穿越黑海海峡 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个不小的限制 因为他们将无法抽掉自家的任何舰队支援黑海 同样想支援乌克兰的美国也是束手无策 因为条约规定 非交战国也不能进入黑海 美国就算再有意见 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土耳其确确实实在按规章制度办事 拿捏得非常到位 然而土耳其的骚操作不止于此 为什么说土耳其是国中哈士起义 一愤怒就犯二的属性 让他们没少闹笑话 2015年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斗机 导致俄军一飞行员牺牲 自知理亏的土耳其光速道歉 结果转头又把俄罗斯的搜救机也给击落了 这下俄罗斯人直接怒了 把土耳其驻俄大使馆砸了个干干净净 看到自家大使馆被砸 土耳其人也不愿意了 浩浩荡荡的要去砸俄罗斯大使馆 砸到最后隔壁的荷兰大使馆玉库五类 因为被砸的不是俄罗斯大使馆 而是他们 愤怒的土耳其把荷兰和俄罗斯的国旗搞混了 别说还真挺容易弄错的 于是无辜的荷兰人也加入战场 指责土耳其人 气不过的土耳其人又找来荷兰国旗当街粉烧 结果烧到最后才发现这是法国国旗 最后毫发无伤的居然是俄罗斯大使馆 一整个大乌龙闹得土耳其成了世界笑柄 也是在那一年 土耳其因为不满我国的一些政策 在街上游行示众 示威的路上暴揍了一群看热闹的韩国人 后来还跑到泰国大使馆面前 烧了一个看起来像是我国的国籍 看来土耳其人有必要好好学习一下各国国籍了 不然整天误伤友军也不是个事 然而土耳其的操作又何止这一件呢 作为奥斯曼帝国后裔 土耳其人一直以自己的突厥血统为奥 他们觉得咱们中国是为了抵御他们强大的突厥 才专门修建的长城 所以土耳其的教科书中有这么一句话 我们伟大的祖先迫使伟大的中国 修建了伟大的长城 为了证明自己血统纯正 土耳其也在去年找了专业的基因检测公司做了测试 结果让人大抵眼睛 土耳其人不但不是突厥后裔 反而跟希腊人同处一脉 这让当了一辈子突厥人的土耳其 接受不了了 因为他们跟希腊之间一直因为一些原因 闹得水火不容 这都闹成世仇了 居然都是自家人 气得土耳其人联名举报这家检测公司 到处宣传他们不专业 尤其可见其二哈属性 不过玩归玩闹归闹 土耳其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 土耳其把武藏得罪了一个变 为什么还没被灭 因为美国拿土耳其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 美国对不听话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三种办法 一经济收割 二内部政变 三直接出兵 但是这三招对土耳其来说通通无效 因为从政治角度来说 美国已经把他能用的办法 全都用过了 结果不但失败 反而还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借政变的名义 把国内的反对势力消除得一干二净 在军事上 美国对土耳其也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土耳其海峡更是世界重要的交通要道 世界各个强国都对这一地区非常敏感 美国自然不敢对其发动明面攻击 而且当初为了拉拢土耳其 美国还给他们送了几十枚B61核弹 如果美国把土耳其逼急了 后果也不是美国能承受的 最后经济方面 美国对其他国家惯用的割韭菜大法 对土耳其也没什么用 因为土耳其早就借助降息对抗加息 现在土耳其的通胀率已经达到80% 美国要是加息 土耳其就会率先降息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这种狠操作 美国再想割韭菜也下不去手了 事实上除了美国 中俄欧对土耳其也是没有办法 俄罗斯全国60%的对外贸易 都要从土耳其海峡经过 如果俄罗斯出手制裁土耳其 土耳其只要封锁海峡 就能让俄罗斯在黑海的航母舰队 和经济贸易遭受重创 对付欧洲就更简单了 只要把叙利亚难民放过去 就能让欧洲国家很长时间缓不过来 不得不说 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中 土耳其依旧能过得顺风顺水 跟它高超的博弈技巧和手段分不开关系 作为最强墙头草 土耳其非常知道该在什么时间打什么牌 才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一个中等国家能在大国之间反复横跳 不但什么代价都没付出 还获得不少好处 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这样的博弈堪称教科书范本了 而且土耳其每得罪一个国家 背后都是为另一个武偿国家充分陷阵 它总能在合适的时机秀一把操作 也许在未来全球格局中 土耳其会成为最大的变量 也说不定 我是万物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